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一笔记录 直接新增过来 放在这里 而且并且帮我把那个 最后的 这个也把它产生了 有没有血型 生日等等的 名字那这边 他等于是编号在加一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产生这样一个 表单 等一下跟各位讲好了 那怎么样把资料再填到这个地方来 但有点难度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那主要 你们可以从那个Visual Basic里面 找到那个在哪里呢 这边有个表单 这个表单本来是没有的 按右键 各位可以看到 插入一个什么 制定表单 OK 那这个制定表单里面的话 该怎么使用 基本上呢 如果你将来要 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就可以利用它 当成是一个 跟使用者沟通的一个界面 那有哪一些重点 一 把它制定一下 二 大小由你决定 你要多大多小 里面呢 你要放多少东西 然后把它稍微拖大 拉大大一点点 那它会自动跳出一个工具箱 请你把它移动到 也许在右边 这个地方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 请你先把 这一个地方 下面应该会有一个属性的 这个 刚刚我讲过那个属性的这个面板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请你把它叫出来 属性视窗 应该长这样子 如果你属性 刚刚不小心把它关掉的话 记得把它打开 那这个属性视窗 大部分呢 会使用的时机多半都跟表单有关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表单的话 这个属性其实可以暂时关掉 比较不会挡到你那个 这个专案总管下方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修改 第一个 改表单 记得这个表单里面的 我大概就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 在属性 里面的 一个叫name 一个叫caption name的话呢 就是 这个表单将来在 这个程式怎么叫它 那 预设是userfone1 那我这边把它改成叫 home好了 比如说叫home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home了 所以我把它改成home2 Enter一下 以后的话呢 你叫home2 就会叫它 或者叫home 你们改home好了 OK 那再来一个caption caption指的就是说呢 它的左上角的名称 预设是userfone1 那这边的话 我把它改成叫 比如说叫什么 会员系统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直接点那个caption 旁边这边格子你把它改成叫做 这个会员系统 直接输入名称 再来的话 我要相关在上面布局 那怎么怎么放呢 特别是一 总共有六个 这边有六个 那这六个 基本上指的就是利用 在控制 这个控制箱里面的那个控制项 记得 这个是 叫做标签 大a 这个 能够填写的是 小a小b 这个是文字 文字控制 控制项 下拉清单的话呢 是指的是这个 combo box 所以总共有三个 那做法上大概这样 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玩玩看 基本上就是 先把它拉过来一个 那不过呢 它会出现像这样 Label 1 那你就把名称改一下